面对花大价钱采购的S-400放空导弹 土耳其现在居然邀请北约来拆解研究 这是怎么回事呢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妞 前几天泽连斯基在访问土耳其的时候 土耳其将几名亚索营分子放回了乌克兰 表面上看着这没什么 但对于俄罗斯来说就不开心了 对于这批亚索营分子 俄罗斯方面要求禁止返回乌克兰参战 必须等到战争结束才能进行后续处理 但现在他们就被放回去 不是等于是帮乌军作战对抗核军吗 而没多久 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就遭到轰炸 从当地实力上来看 库尔德武装显然不具备这个实力 而在叙利亚有一定实力存在 并且敢直接炸土耳其军事基地的国家 就只有那么一个了 在遭到轰炸后 埃尔德安更是表示 能够尽快见到普京 随后根据土耳其官方消息 埃尔德安同意邀请北约国家派出禁术和情报小组 近距离对俄军的S-400防空导弹 进行接触和研究 如此一来等于是说 俄军的这款王牌导弹将会被北约国家拆解 内部构造在北约国家面前一览无语 北约国家将会对这款导弹进行评估 看看它对北约战机能够造成多大的威胁 从而对它的短板处进行针对性的调整 俄军的S-400防空导弹 作为一款第四代地空导弹 覆盖范围超400公里 能对30千米高度的目标进行有效拦截 并且还有着拦截隐身战机的能力 在全球所有防空导弹中也是排得上好的 当初土耳其为了购买这款防空导弹 可是和美国闹翻了脸 原本土耳其给了美国十几亿的顶金购买F-35 但是自从土耳其从俄罗斯这购买S-400防空导弹后 美国就不给了 直接把土耳其听出了F-35战机的队伍不说 连十几亿的定金也被没收 虽说土耳其和美国闹翻了 但从后来的表现来看又没彻底闹翻 土耳其方面多次传出消息说 同意把S-400防空导弹 接入到北约的防空系统 说是要和美国共同来研究相关的安全问题 在2020年美国参议院更是通过了一项法案 同意美军从土耳其手中购买S-400防空导弹 这让俄罗斯方面也感到很不爽 因为土耳其作为一个北约国家 一直都在美俄之间摇摆不定 堪称是枪掏草 而在土耳其采购俄军S-400防空导弹的时候 其实是采取的竞标方式 当时我国也拿出了红旗九防空导弹来推销 但是土耳其方面在看到我国给出的相关参数 以及合作协议之后直接私货的协议 说是什么系统不兼容 而身为北约国家的土耳其 最后却采用了俄军的防空导弹 也不知道这系统到底是真不兼容还是假不兼容 不过土耳其此举对俄罗斯也带来不了太大的损失 因为在对外武器出售上 俄罗斯早有军演 对外出售的武器都是猴板 就算被拆解了意义也没多大 无法得出俄军内部装备的实际性能 像俄军的所有武器装备 在出口的时候都要经过俄联邦军事合作局的审查 经过审查之后 确保不会对俄罗斯的国防安全造成威胁才能出口 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 同为北约成员国的希腊 在采购了当时最先进的S300防空导弹之后 也没能对俄罗斯造成任何的威胁 现在土耳其同意北约拆解这款导弹进行研究 从表面上看是为了破解它的技术 但实际上对这款导弹的性能到底怎样 北约国家早就性质肚明了 在俄乌冲突中 俄军不仅是动用了S400 就连S300、S500都被部署到了前线 其中S400更是在战场上有着被摧毁记录 土耳其此举更多的是在选边战队 之前和俄罗斯打好了关系买了导弹 现在和俄罗斯产生了一点矛盾 而北约那边又给出了足够多的好处 自然是得向着北约战队了 但同时这也给我国起了一个行 那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 没有永远的朋友 都是靠利益为主 因此我国在对外出口武器的时候 也得留个心眼 不能把军队中实际列装的 和最先进的武器 远风不动地卖给别人 起码也得换一套系统 或者说是削减一下性能 让这些武器装备 即便是落到美国 以及北约国家的手中进行拆解 也无法得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从而判断出 我军的战斗力 以及薄弱之处 同时也只有不断的升级 和改良现有的武器技术 才能够在当前 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 保持对抗能力 这种复杂的力量 所有这个车都应该到 我们现在看起码一下 有有幻鼻